夕陽情人節就快到了 紐約時代廣場的年度情人節新型裝置 也已經準備就緒 將擺放整個二月 為民眾送上祝福 由藍色 紫色到粉色組成的鋼鐵框架上 擺放著一把15面方鏡 反射出繁忙的時代廣場景象 林立的大樓 閃爍的廣告牌 以及來自四面八方的遊人 這是十二年代曼天堂 每年都會有一個不同的設計 而今年 設計師們 放了很多意志和意志 在這裏作為一個很奇妙的 在這裏作為一個很奇妙的 視頻者要用來接觸 在這裏作為一個很奇妙的 視頻要用來接觸 在這裏作為一個很奇妙的 每個反射鏡的位置看似隨機 但設計者們創造了一個獨特的角度 送上隱藏的驚喜 當站在對的位置 就能看到數百個鏡面 折射出天空的色彩 合併出一顆巨大的心形 將城市景觀包裹其中 贏得今年比賽的作品 名叫《Hard Squared》 由Mojo和Eric Foreman Studio合力打造 這個互動裝置將在整個2月份向公眾開放 為路過的遊人送上情人節的祝福 由於我們開始走 燃營無人優秀的 我們的 cancers 燃營無人優秀的 則燃無人優秀的 鎖